1 2 3 4 眼睛转转 脖子扭扭 屁股扭扭 吃的营养 睡的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 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 头转一圈 屁股转一圈 眼睛转一圈 看上看下 看左看右边 眼睛转一圈 精彩水歌 不要忽略 做好势力的宝剑 秦荣教授 心理学博士 心理系教授 曾经担任过系主任 是心理学课程的讲师 也到各地去演讲 开办有关于心理学的讲座 也做过许多个别的心理辅导 祝你健康 这段日子我们邀请秦荣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跟我们分享关于心理的健康 秦荣老师好 你好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谈怎么样去安慰别人 这好像也是一门学问 有时候我们又很努力的要去安慰对方 反而对方没有得着安慰 更加的难过生气了 就是啊 越安慰人家越生气 对不对 到底那个关键点在哪里呢 为我们有些该做的 没做 不该做的做很多 所以安慰别人呢 我们一般来讲 有两个负面的东西 尽量避免做 那有四个正向的东西一定要做 那记得这六点 对 不要做是什么 第一 不要批评他 因为在痛苦痛的人 一定很难过 他会哭啦 会不想吃饭或什么 常常我们就说 哎呀 大男人哭得那么厉害 我在旁边都很丢脸啦 不要哭啦 或是 已经考了那么糟啦 还敢在这里保怨 那就是 因为在这种 我们讲 为什么这些人需要安慰 一定是他在一些 很不好的状况里面 我们说失业啦 亲友过失啦 或是婚姻出问题啦 这些东西 一定他很沮丧嘛 对不对 车子撞坏了 你看 你就不小心撞坏啦 对 再浇一桶游下去 对呀 你撞坏 你在那有什么用 干嘛想办法 第二呢 避免长篇的说教 常常我们很喜欢 就是说 用我们的精力 或者智慧去告诉他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啦 就不要这样 你就不相信啦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第四点 对呀 小孩子考试考不好 你看我们就讲啦 可是今天不要再玩 你看 所以现在就考不上啦 对不对 特别很多人 就自己的一些经验 经历 可是我们讲 千金难买 早知道 用早知道来说教了 其实 让这个 需要安慰的人 其实更有压力 对不对 难道他不知道吗 对不对 比如说 因为自己有外语 造成很多困扰 你看 你不知道 我外语 你看 你自己找来的 这些痛苦 事实上 这些人都自己知道啊 所以这个时候 不能再讲 这些 我们讲说教的话 这个时候讲 没有什么用 对 只会增加压力 对整个状况 有帮助 好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有四点 第一呢 要倾听 倾听 就是说 让对方 多说一点 特别呢 这个时候 他有很多的情绪 让他的情绪 发泄出来 有时候 我们知道是为什么 可是有时候 我们还不清楚 状况的时候 叫他把事情 讲清楚 别打断 而且这个时候 可能呢 在情绪 讲不清楚 颠三倒四 没关系 慢慢我们 帮他一些理清 究竟是怎么回事 所以 这个倾听 很重要是说 不要打断 他的话 而且 千万不要 在中间 又教训人家 而且呢 仔细听 他在混乱当中 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 然后说的话的 真正意涵是什么 这个是所谓 真正的 专心的听 的倾听 另外呢 听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能 一边理清 他该讲这段话 他那个真正的意思 是什么 对不对 比如一个年轻人 这个女孩 他跟另外一个男生 说他喜欢她 可是呢 对方呢 没有回应 可是去告诉别人 我根本很讨厌 那个女生 让她非常受伤 没有这样 对不对 像这样的话 那你就要去理清 你当时是不是这样 你喜欢一个人 可是对方 不只没有跟你回应 还到处跟别人讲 你根本自讨没趣 对不对 他说 是这样 或是 我刚才听到你 讲这样 对不对 就是把他的话 重复一遍 来确认 他讲的东西 是不是 你所理解的意思 免得误会了 而且不要急着 分享自己的故事 常常就说 你失恋 我以前也有 对不对 在这个时候 他没有什么精神 没有什么兴趣 去听你的故事 第四点 正确讲的 第二点 应该是这样 你要表现你的同理心 我知道了 我体会了 我关心 你看 你被男生伤害 你好不容易 愿意表达 你对他的好感 居然他到处 张扬这些 我知道你一定很难过 这个就是同理 另外呢 有时候 这个节奏 要快要慢 有时候 要看对方的状况 有些人呢 只希望你听他的故事 有些人 希望你帮他解决问题 有些人 只希望你陪伴一下 所以呢 你要尊重 对方希望的方式 例如陪伴也是 有些人陪伴是 希望你陪他坐在一起 有些人呢 希望你陪他 一起做一些事情 有些人希望你陪他走走 有些甚至希望你离开 所以 就是那种遥遥的陪伴 他知道你 关心他 对不对 所以啊 你在陪伴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理清楚 他是需要怎么样的帮忙 所以我们可以询问嘛 对吧 对 你希望怎么样 对 除非他很不好意思讲 可是大部分人家都会说 不需要 有时候你不要就客气 他说不需要 他可能真的希望 他一个人单独 第三点呢 我们要做的就是 提供这个实质的帮忙 比如亲人突然宣布癌症 治疗的时候 他实质的帮忙可能什么 可能去陪他做治疗 或是帮他准备一些 比较营养的东西 对不对 或是帮他去 甚至挂号买东西 在这个混乱的当中 他可能生活上 一下需要很多人的支持 像我们就提供帮忙 甚至有时候 他都忙乱到家里乱七八糟 可能你知道去帮他 打扫一下 倒垃圾 对他都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第四点的话 可能我们可以提供 其他相关的资源 就刚才讲的那种帮助 可能有些帮助 是我们做不来的 比如刚才我提到 如果他宣布得了癌症 他究竟要怎么处理 是开刀了 做化疗了 还是什么 那可能我自己 没有这个专业知识 可是我知道 有谁是对这种癌症 曾经有这个经验 或是他熟悉很多朋友 我可能可以转介给你认识 你去尽叫他 或是他需要治疗的时候 需要暂时住在一个地方 他没有地方 我的朋友的朋友的家里 可能有一个空 所以我想我们就是 透过这种讯息的交流 然后是帮他打电话 联络 或是找一些相关的信息 给他看 甚至有时候 他这段时间 就想躲在一个空间 你就去帮他提供 找到一个 他可以很安静 不被打扰了 他自己去安静思考 像这些方法 就会比较 真的可以帮助到别人 所以那个安慰是 要安慰到他的心情 要安慰到 他需要帮助的一些生活困难 这样的安慰 我觉得才比较深 不是只是在旁边 被难过了 稍小一点 这种都不是很有用 所以要安慰别人 还是需要透过学习跟观察 对 这样才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 真的满足到对方 身体跟心灵各方面的需要 对 好 那我想有很多机会 我们周围的人都需要安慰 我们可以常常 透过秦荣老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些经验 我们可以实际照着去做 如果对于安慰他人 朋友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 也非常欢迎您 透过电邮或短信 跟我们一块交流 今天非常感谢秦荣老师 跟我们分享这些 安慰他人的很好的技巧 谢谢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 欢迎彼此互通有无 交流健康资讯 绝妙当家 祝您天天健康快乐 欢迎订阅